往 表现自己 凸显自己 报复别人 竞争 斗争 战争 毁灭对方 那这些都是因为 他们执着有一个我 我高我低 我爱我恨 我慢 我吃 然后就造成这种对立 就像不同 现在我们在网路上很喜欢看 我今天看到一只母鸡 带四只小猫 他没办法把它盖起来 结果他跑出来四只小猫 妈 妈 妈 你跑去哪里 鸡在带猫 这个就是空性 就是说超越你形象的去爱对方 所以我们喜欢看这个片子 但是我们人 我喜欢爱 我男人喜欢爱女人 我18岁的我要找一个17岁的 我20岁找一个25岁的 然后都是在这种关系 互相利用 那你会痛苦 那佛教叫我们破一切像 没有男女像 没有众生像 没有我像 那达到空性 空性是绝对平等 而不是没有 绝对平等的去爱护一切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没有一个人不是我 那帮助对方才是帮助自己 所以佛教里面呢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讲的是你这个佛性 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关怀所有众生 承担所有众生苦 要让所有众生都离苦都成佛 维持这个心态叫菩提心 圆满这个心态就成佛了 所以大概佛教内容讲来讲去都一样 但是各位你要像我在讲我这个不用打稿 为什么不用打稿 因为我要这个思想是我的思想 那才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思想 引导这个身体眼睛嘴巴去做事 这是我的生命 所以我这个生命里面不能有 里面有分别心 我喜欢讲课 我喜欢做头 我喜欢管别人 这里面不能有这个东西 因为我在讲了 跟你在听的都是一样的 因为佛性都是平等的 透过念经 听佛法 诵经 修仪轨 至少找到你内心的本体 佛性 那用佛性产生行为 把这个花变成一个菩提心 把这个灯变成菩提心 把食物变成菩提心 把你的钱变成菩提心 所以简单的说 那各位今天听到了 四位法师生命的精髓 讲完我们就可以死了 再见 因为你得到我的生命精髓 这个比较重要 那这话讲回来 谁先死不知道 所以还是准备好 那是一个人 所谓开悟 他已经找到生命的方向了 不用把开悟当得最难 那各位今天听四位法师 这样讲一讲 开悟了没有 开悟 所以学佛是一种改变 你了解了 所以你要改变了 改变了 本来你不喜欢他 现在要喜欢他 本来你不原谅他 现在你懂得原谅他 晚上你太黑喝醉酒跑错家 这不是你家 谁说了 都是我家 都是家人 没有跑错家 是你有分别 我没有分别 睡觉吧 所以处处 出家人没有家 处处是家 出家人没有家人 处处都是家人 意思是说这个出家的意思 代表自私 出离自私执着 你才能够融入于众生 融入于世界 就像我们融入佛陀一样 融入佛陀 南无阿弥陀佛 那我们要融入对方 以阿弥陀佛的心融入在对方 帮助对方 所以佛法不是很困难 困难在于去实践 那如果你愿意去实践 然后你把这些话记起来 你一辈子去实践 这样就好了 调伏自己 关爱众生 净化自己 承担众生 自尽其意 圆满大悲 你要怎么讲都没 悲至双运 南无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都去极乐世界 希望大家都变成阿弥陀佛 希望世界变成清净的世界 南无阿弥陀佛 你这样去念 也这样去祈愿 也这样去行动 这样就好了 好 我留几分钟 各位如果有问题 可以举手 大概各位 大概也没问题 台湾人跟缅甸一样 客气 客气 私底下 讲很多 公开不讲 我们大路人不一样 一直举手 师父找我 话很多 不知道有没有修行 但是问得到自己的问题 这两天发生一件事情 有一个小女生 她离婚了 但她有一个小孩 后来她很疼爱她的奶奶 她很爱她这个老奶奶 因为她离婚了 所以她跟她老奶奶很依靠 后来她就跟老奶奶 老奶奶 你一定要再投胎 投胎的做我 做我儿女 投胎做我 她就这样 发愿了 结果没多久 她交了一个男朋友 竟然让她怀孕了 然后她想完蛋了 搞不好怀孕是我老奶奶 然后她男朋友又叫她堕胎 然后她想说不堕胎 因为她一怀孕以后 就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然后她到底要不要堕胎 那堕胎会不会杀到 自己的老奶奶 我跟她讲说 就算你没有杀到你老奶奶 你也杀死你亲生的儿女 她问我怎么办 我说生下来 生下来如果我男朋友跑掉 怎么 男朋友可以换的 对不对 但是儿女你为了你 这女人有时候还真笨 对吧 所以 为了爱情什么都敢做 为了爱情可以杀儿子 你看看 那是不是很大的无名 所以我说你打死 你都不能堕胎 既然姻缘 搞不好真的是你老奶奶 不然她还真的要去堕胎 你不能杀你的老奶奶 你老奶奶又来了 感谢你那个坏的男朋友 没有你的坏的男朋友 你老奶奶还来不了 你要好好保证生出来像你老奶奶 她说我老奶奶生病 对啊 还没医好啊 现在在你肚子里面 真是如此 凡事有直觉就对了 因为她自己已经有直觉了 所以我想堕胎很恐怖 那怎么办 你懂佛法了 你就懂得忏悔 懂得帮她超赌 那没关系 但是你要帮助别人 很多人不知道 她还在堕胎 她还在杀生 她还在杀死一只蚂蚁 杀死一只蚂蚁 会不小心被撞死的 所以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好 所以最后我带各位回向 然后今天焉供可以做很久 太好了 我希望明天如果你来参加法会 多买一点来 好不好 多买一点来 好吃的 素食的 然后如果更多 我们还可以送给贫穷人 多好 甚至更多拿一些去喂鸟 喂蚂蚁 喂鱼 我知道可以做严供的地方 继续努力帮助他们 那今天是农历十四 六灾日十灾日 一千万倍的功德 所以我们今天等于加了一场的法会 那我们下午就开始了 所以像我老实讲 我今天有一点打混 因为我从早就一直讲 我喉咙已经太痛 但是我就 我很想把握机会 多修一点功德 然后 这也是自我 我想修行是一种自我挑战 像爬山一样 很累 但是你要爬到顶成佛 那成佛还要爬更高的山 为什么 你还要再下来再上去 再下来再上去 这叫成佛了 就从你已经爬到一百楼了 快死了 这叫成佛了 那如何度众生 下来吧 下来 然后扛着别人再上去吧 那干嘛 再下来吧 再上去吧 再讲这个叫轮回 成佛就是为了来轮回 来帮助 因为你才有那个空性跟力量 再下来再上去 如果你没有成佛 你就没有具足佛的力量 十种力量 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但是各位不要怕 因为这是生命最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成佛 所以应该每个人为了成佛来精进 来努力 特别各位身在缅甸佛教 全世界 我告诉各位 全世界现在佛教气氛最浓的 还是在我们缅甸 最单纯的 大部分人 有些男生都有出家的情愿 女孩子 还有这么虔诚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全世界一个国家里面 出家人最多的 在我们缅甸 那我想 大家应该想要有这个福报 如果缅甸非常的 科技非常的发达 大家就不学佛了 学手机了 因为被世间的欲望 抓走 所以有钱 有欲望 不是一种快乐 所以出家人为什么要理个光头 每天穿一样的 那就让我们 不会跟着流行跑 不会追求欲望 那这样你有更多的时间 去思维 去慈悲 而不会自私 好 我们来回家 来 愿意此功德 点菩提灯功德 供甘露水功德 等一下要麻烦各位 下去的时候 就拿几杯水 泼出去 好不好 或是你把水 装在空瓶子里面 麻烦各位 水走到哪里 撒到哪里 让爱甘露 变满这个世界 让他附近的 痛苦的 乃至孤魂野鬼 咽口鬼 今天过年了 加菜了 然后又给各位一包米 米对你来讲没什么 但是对那些众生 是黄金 是甘露 你丢钻戒 那个鬼才不理你 不好 没用 这个有用 那等一下还有药包 麻烦各位 下去 一人拿一包 再给他投在 烟供炉里面 制造更多的药师烟供 让他们 得到药师佛的加持 得到财富 你让他们得到财富 得到健康 就是你得到财富 很简单的道理 然后得到的烟供的超度 所以 要做这些功德 来 甘露水功德 药师烟供功德 慈悲烟供功德 听法师说法功德 相信因果的功德 体悟空性的功德 实践慈悲的功德 找到真爱的功德 找到真爱的功德 菩提心啊 不要抓住你老公说 你是我的真爱啊 痛苦死吧 千万不要 所以没有在谈恋爱 打死不要谈恋爱 已经在谈恋爱了 转为慈悲 好好修忍路 没有别条路 所以如果你转为慈悲 就没有痛苦 你还是用世间的男女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来 愿以所修诸功德 全部供养三宝尊 愿佛法弘扬世界 所有善业 回向六道众生 往生牌位 个人累劫累世 父母祖先 冤心在主 一切友情 同享功德 解脱轮回 发菩提心 成佛度众生 回向 回向宏光法师 身体健康 快乐自在 因为我看我们宏光法师 好像压力太大 所有法师 快乐自在 做法师要 秀一点 你看 我们那些年轻法师 好快乐 所以他就会来 我们那些年轻法师 好像有点压抑 所以要 表现快乐 我常讲一句话 你快乐 才可以给别人快乐 因为你内心 没有烦恼快乐 你就可以把快乐告诉别人 怎么快乐 好 来 回向所有出家师父 回向所有缅甸人 所有人类 同享功德 离苦得乐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药师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风